好,接下來呢,我們就來安裝我們的Decision Tree的套件 一樣180行,你先看看180,先要執行Install Package Party,P-A-R-T-Y這個套件 180行,老師有把它mark起來了,你們就直接往後面mark起來這個指令就好了 那一樣,另外一個方法是在哪裡?另外一個方法是在Package這邊 你按Install這裡,直接從R-Studio裡面去做安裝 好,叫做Party,P-A-R-T-Y 好,這個套件 Install OK,好了之後呢,別忘記了,require或者是library把它載進來 好,接下來我們先談到一個叫做公式182行 還記得吧,公式再看180行這個雲字號 好,這個雲字號 雲字號就是代表前面代表Y Y,還記不記得我們講linear regression的時候 linear model的時候 Y等於AX加BX 不要再講,對,不記得我們最後一些雲字號 大家看到這個雲字號就雲字號 所以說,我們看一下雲字號 其實在那裡的啊,很像最東西的雲字號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雲字號 所以說,我們現在要找的一段字號 所以我們先為一個雲字號 就是你要投入的变数 质变数 X1 X2 X3 好 182行最重要的 只是跟各位去讲 这一个formula怎么写 好 因为我们是分类 classification 做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式的学习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target的目标 我们要预测品种 所以说品种就放在formula的Y 它是针对谁呢 跟谁有关呢 就是云之号 后面你就把所影响到的因子 要投入的变数一一的加起来 就这样子 简单吧 好 如果说各位没有问题的话 还有一个公式是什么 上次跟各位讲 假设因为我们这个资料集里面 只有五个变数 最后一个变数 我们的是target valuable 其他四个变数一定都要投入 还记得吧 另外一个formula就这样子 你就打一个点就好了 这个点就是代表 其他的变数一次投入 这样走吧 好 我们现在先练习第一个 undu 还是回复原来这 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my formula 就是等于去找species针对的 影响的四个因子 看到没有 这边是一个文字 是一个文字了 这个formula可以这样定 formula 接下来很简单 那我们的建模 在linear model的建模呢 函数呢就是lm linear model 那建 decision tree呢 第一个decision tree的model呢 就是c tree 你们也可以google一下c tree 就是某一个学者 他用他的演算法算出来的 好 做分类 就好像我们要把play tennis一项 把它画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决策数出来 好 目前大概有比较常见的 大概有三种的理论 那当然也是建议 这三种你如果在跑 这个决策数模型的时候 三个都跑跑看 好 都看看他的performance 他的accusy到底怎么样 准确度是怎么样 好 你看到没有 老师今天讲了那么多 指令大概就这一些 你熟的时候 其实就很快了 好 来 一样 我们就把公式写在这里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把这一段 直接写在这边 可以啊 好 直接写到这里 但是我们现在把它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比较简洁 对不对 直接my formula就是这一段 然后我们的training data 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training 这个时候叫建模 建模的指令就是这个C tree 去建decision tree 就这么简单 给他公式 给他training data 注意training data 训练集 好 训练集完了之后来 接下来就这么简单了 还记得吧 在算这个时候 花了很多的时间 从这个表单 换成这个图形 好 来看一下 183行 执行 建模建好了 看到没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好 建完模建好的之后呢 我们把它存在哪一个呢 存在一个模型里面 叫做iris的C tree 为什么要定义成C tree 我建议说这个是C tree 这个methodology 产生出来的决策数的模型 就是这个 好 接下来一样去看看这个决策数 就涨得怎么样 一样好 各位这边来看一下iris 的 C iris的C tree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结果 好 这个建模起来的结果 好 它会跟你讲说怎么样呢 它的 Response 也就是你的Y 就是Species 那你投入的变数Inputs 就是这四个变数 花二花瓣的长宽 那你投入的Observation有几笔呢 105笔 就是刚才的Train Data 接下来就是这个Tree 这Tree已经帮你升好了 可是这个 不太好懂 它是文字的 但是其实大概以后也慢慢理解一下 这个代表root 第一个节点 这是代表第二个节点 第三个 第四层 第五 第六 一共有六个节点 好 那当然了 看这个你一定会不满意 我也不满意 这个不好看 但是R跟Python一样 都会有视觉化的功能 好 我们往下 对 以后要养成好习惯 老师都会把这个结果 copy起来 然后再回 贴到老师的程式码里面 然后再把它mark 起来 好 这样的好处是你不用再执行 就从看程式码就知道 这个指令接下来它的输出就是这个 好 输出就是这个 好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看一下class class就是这一个刚才建模出来的模型 到底它的 data type是什么 好 它就叫做一个binary tree 一个二元 好 它是由这个party这个package所产生出来的 好 这个资讯也还ok 好 接下来我们有个指令叫做attributes 它的属性 来看一下 属性 这边就出来了 来看一看看一看 这个属性attributes有比较多一点的东西 好attributes就有比较多的东西 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 也就是它建模完的资料 好attributes data response 这个是它 找出来的 这150笔资料它已经帮你分好了 刚才的training data是第一个是Santosha 好 因为只有150笔 105笔的资料嘛 好 后面这代表它找到的 好 分类完之后 是代表 第三个 Varginica 好 这边的attributes大概就浏览一下 好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summary 好 比较多的资料是attributes 好 比较多的资料是attributes 就是它的 它的所有的变数名称都在那里 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列连表 212行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还记得这个指令吧 predict就是预测了哦 对不对 predic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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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edict就是我们的预测 那我们拿谁 拿这个建模的模型 c tree decision tree的模型 投入到去做predict 然后怎么样 注意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train data dollar sign species 注意 这个train data里面 其实本来就是真实的资料 它里面有species 对不对 好 来看一下 你们把它mark起来 测试 这边 这105笔的资料 本身就已经含有原先的 品种的资料 那我现在是两个去列连表 去做比对 什么是比对 我找出来 预测出来的 品种 跟你原先的品种 去做比较 好 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 会产生出来一个 这个混淆矩症 也就是 就是 等一下下面看到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个指令蛮重要的 table 来看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 这原先的Sentosa 你现在预测出来Sentosa 40笔 40笔 都预测成功 好 以这个来看 以老师这个案例来看 原先是Sentosa有38笔 你预测出来有38笔 预测到了35笔 是VC 好了 可是它有三个物分类的 它物分类成什么呢 Virginica 那至于Virginica 那至于Virginica 有29 它都预测成功 有 前面都 对 所以说以这个来看 这个表来看 这个表来看 其实就是看这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 这边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对角线 这个对角线 就是成功的预测 我是Sentosa 我预测成Sentosa 我是Virginica 我预测成Virginica 诶 这边就对了 好 所以说 这边各位自己打一个指令一下 这一个的 正确率是多少 或者是物分率是多少 物分率来 自己写写看 物分率就是我有 三个 是物分类了 然后我有几笔的资料呢 105笔的资料 以这个training data来看 我150 150 105笔的资料 我有三个是物分类 错了 所以说他物分类的 错误率是多少 2.8% 好 你们的表格会跟我表格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 你们的物分率大概是多少